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Digital Twin这个字很多次 在不同的场合 可能在Beam的应用上都会听到这个字 但是很多人都会可能问到底Digital Twin和Construction 到底真是怎样去用的呢 和Construction2.0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今天就想分享多一些业界 可能在这方面最新的发展的一些情况 和可能有些project的实际形容的场景 那我开始之前 可能我也很快就介绍一下自己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工程师出身的 就特别在Civil和Geotag 那现在是IC的Pillow Member 但是同时其实我也在很久之前 可能2012年左右 就开始做一些AI in Engineering的形容 可能怎样去计算一些ELS 怎样去做一些parametric beam 那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都去到后期一点就可能做一些企业的转型 到底这个项目 一个construction project 或者一间公司 到底应该怎样去批准 怎样去看待一些全新的数码技术呢 它会对我们日常工作 带来什么转变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因为做传统设计 或者做construction management 就觉得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改 有很多新的技术 我们现在有手机 又有WhatsApp等等 那我就在研究着 到底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做 令到我们做的东西是更加快 更加好的呢 那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些企业的转型的时候 我就决定自己成立一些公司 就将这些这样的技术 或者我自己的理念 去推到整个业界 那现在呢 我就是Veritas Limited 的CEO 就主力帮工程界去做一些smart site implementation 说数码化 这次去到数据分析和数据整合的 那说起construction management 或者说一些safety management 的时候呢 其实 传统的cycle 大致上都离不开的了 第一就是guiding the responsibility 到底什么人负责些什么东西 那然后呢 你可能会设计一些procedure 怎样去做好安全 或者做好一些地盘的管理 那然后呢 就去到做training 了 就是教一些你所设计的procedure是怎样的 你到底怎样去落实 然后就最终去到落实的阶段 commitment and implementation 然后落实完之后呢 你也做好一个监管 但是呢 在现实的环境之中呢 最难做呢 就是讲一个implementation 和最多一个monitoring 很多时候就依赖前线的同事 他有做就有做 那又或者依赖一些科文啊 SO啊 他在这里看到就没问题了 看不到 其实有很多东西的监管和implementation 是可以做得更加好 那随着现在我们的construction的scale 越来越大 那个期越来越短 越来越复杂 那所以呢 我今天想最主要探讨呢 就是 到底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是可以将我们刚才整个management cycle 的一些管理啊 落实啊 监管的东西 是做得更加彻底的 那如果大家想像一下 Digital Twin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 就是建立一个twin of reality 和一个现实世界一模一样的环境出来 如果你可以将现实发生地盘 发生的所有一具一动 无论你收有课号 你有没有伙计在前线做事 你的机械运作的情况 全部复制一次 在beam的世界里面 replicate一次 变成你就可以在3D的世界里面 看回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这样对我们刚才说的一些implementation 和一些监管的feedback loop 又可以带来什么的改变呢 如果在Digital Twin 里面 你就变成了 很多时候前线同时就去到那个位置 看到有个伙计爬了上棚架 你就觉得你正在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但是如果在一个3D的世界里面 你就会透过不同的手段 可能透过CCTV啊 透过一些感觉 去监察着不同的行动 那变成了你就可以很Holistic 不单止你去到哪个位置 看哪个位置 是讲你整体意见 你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有什么不follow你的procedure 你甚至是讲 由于你手上有很多数据 你怎样用大数据去根据过去记录 去predict 或者去evaluate 你下底盘头的一些performance 那这些都是Digital Twin 或者是对应IoT的技术 可以带来的一些角度 那其实呢 我想大家说得说少 Digital Twin的技术 以不同的形式 出现过在大家面前的了 大家可能都留意到 最近发展局旗下 可能CDD啊 或者是政府的不同的交易里面 都开始会出现一些 Smart Site Management Platform 其实正在提及的是 这一项的技术 那它会透过整合一些BIM啊 讲一些construction of progress 讲一些Labor Safety 讲一些现场的文件 不同的数据全部整合在这个平台里面 去方便大家去看 到底现场最新发生的什么事 不单止现在是怎样 过去是怎样 或者你的Future Planning是怎样 其实全部东西都可以在这个 Digital Twin 或者BIM的平台里面去呈现 那或者我们也提一提一些 可能已经进行过 这个Smart Site Management Platform 包括SSMP的一些project experience 那其中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CDD的项目 CDD在这方面都投放了不少资源 在数码化工程数码化上都走得很远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想讲的是Fillbank 137那个先 Fillbank 137那个呢 就讲讲 怎样去管理填尿区 那他们就透过定期去无人机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应用 去看回现场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怎样 过去的情况是怎样 除了看之外呢 他甚至会做数据分析的 譬如说 现在填度多高 有没有过高 斜坡有没有太多斜 会不会造成安全 等等那些都会 其次再下 就是一旦他有这个底子之后 他就开始摆更多的资料 可能讲的是Dumb Tracker Tracking 今天有多少泥车 哪里起个斗 他做事的情况是怎样 他有没有速度等等的东西 这些资料呢 全部都可以透过ROT去掌握得到 而且整理在这个平台里面 那除了泥车之外 一些机械之外 另一个他们很在意的 就是讲的是安全 人的安全 今天有几个火器按摩 他有没有太过靠近一些危险的机械 他的体温如何 有没有跌倒 其实这些全部都可以透过一些感觉 去做回应用 告诉你们 现在地盘最新的情况 还有其他的应用 讲的是CCTV AI的应用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 譬如说这个人 进入一个危险的区域 可能进入这个碎石区域 是一个高危的工作 那以前呢 就可能是有人见到 就会学着他 喂 你不要进去 但是很多时候 未必有见到的 或者他特意是鼠进去 可能做一些危险的动作 就是很难说的 这些事情都 但是透过一些这样的 CCTV AI的技术 那你就可以无间断 24x7 这样看着 一些高危区 例如说一些吊运区 可能说一些碎石 机尾 等等那些 经常发生意外的地方 你就可以透过一些AI的技术 去做监管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 其实137这个场 都很大的 那 真的说可能 找同事去看完 这么大的场 没有监管 看着每一个角落 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就是透过一些自动采集的技术 RT的技术 而是透过一些BIM的技术 你就可以用得相对比较容易 一暂式去看完整个项目的 不同方面的东西 也都可以更加好地去录实 你这个管理体系 他们也会设置一些 项目的控制室 那就更加方便 他们可能前线的同事 就看回 去夾回 哦 这里出了问题 DWSS进入了一张方法 或者安全出了些问题 如何去跟进 如何去控制安全危险 那就会透过这些控制室 更加方便他们去做一个 监管和交易 另外一个项目我想分享的是 东中新市镇发展 填海那边的工程 其实它全方位 无论是安全 进度 环保 质量管理 其实每个方向 他们都会探索了不同的资料 可能一些照片的管理 可能一些船类的管理 人机的管理 等等他们和现场的进度都有 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透过一些 监控它的船队的位置 那就变成了自己外面有多少艘船 在做什么 甚至是它有没有太过靠近那条桥 因为它们就在屯門柵 国际附近正在做事 那变成它们在太过靠近那条桥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透过一些实时监控的技术 去看看到底它 有没有进入一些危险的区域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外来船者入侵 那样 那其实这个项目呢 CDD和contractor那边 他们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进行这个工程数码 那我刚才这里分享的只是其中一个应用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都可以看看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 是到底如何透过Digital Twin的技术 去帮助他们去做一个室内监控的 那同样地 他们有一个控制室 就真的在看不同的sector 就是同时间无间断地去看看他们 到底安全有没有做好 他们的质量啊 进度等等有没有做好 那也都方便了他们同时之间去互相 有些事 出了事就立刻去做一个更进 那最后我想分享的一个项目 就是讲这个鼓动粉底笔的新发前驱 那现在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呢 其实就不是照片来的 它是一个3D模特 它是做了一个非常之高精度的一个掃描 去看看exactly哪个位置做了水马 哪个时间开始做回田 做滑挖工程等等 那它定期都会做一个这样的capture 然后去看回现场最新的situation是怎样的 那除了知道现在过去的history是怎样的 那现在最新的情况呢 它同时也放了大量的informations 进去这个platform 去方便做一个centralized的management 做这个大数据 那譬如说他们和champdwss 和bim做一个integration 他们都用4D的progress去看着它的进度 甚至是合约和合约之间的interface 那也都在现场设置了大量的camera 去看不同的方面 就是有些是security的 有些是说cleaningness的 有些是说safety的都有 那还有呢 都真的沿着整个contract 不同的地带呢 布置了大量的sensor 那让它可以有一个很real time的feedback 就是按各种各样的situation 那这里是其中一个 它安装了sensor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就可能 Air quality 一些安全帽 一些机上的GPS 一些tilt sensor on structure TTA 到底有没有车撞入车阵 水位的河水暴障 声音啊 有没有过高啊 水位 Brown water 等等 buzz control 它安装了大量的sensor 无间断地射到这些素 方便去监控不同的范畴 那 CCTV也是一样的 那它们有很多的CCTV 讲的size security cleaningness confined space Air quality 甚至是洗车车 洗车车有没有洗得干净 有没有带泥水出街 有没有人闯进一些MTR的炉位 一些交通的管控 那它们全部都 无间断地在看着这些版线 同时也都将所有的数据 送回到这个platform 就是一个Digital Twin里面 看到 以及做一个分析 那还有就是说一些DWSS的integration DWSS的integration 就不同合约 因为很多时候不同的合约 可能会采用不同的solution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整合这些数据呢 我们应该怎么去分析这些数据呢 其实这里也有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那CDD在这个contract里面 就花了大量的努力 实际上是说做事的 Digital Standardization 如何去整合这些数据 如何去cross project 可以benchmark 做一个数据的统一 能够认识到不同的contr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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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和心思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但是做到之后 真的可以统一到 做一个Data Standardization的时候 其实反过来 也可以带来很多的value 也会令到你更加容易看到 到底什么环节出了错 有什么是不跟着你本身的planning 而发生了 那变成能够是更早期的时间介入 而不是那些东西一直继续继续续续续续续续 到了丶水灭凶海的问题 才可以直接沽船 一点的行动 那刚才也分享了部分Digital Twin的 现在在存在的project的应用 但是Digital Twin 其实在我的Vision里面 就可以甚至增長的層次 除了看一個項目或者看幾個項目之外 實際上去到一些Smart City的應用 如果你有全香港的數據的話 實際上也可以做得到一些這樣的分析 就是如果管一個項目 管一套建築都可以管到 如果我調整一下 可能看複製合 複製域 複製域 甚至整個Urban Development 其實都是可以應用Digital Twin的技術 你會採取不同的資料下去 可能是說Smart City的資料 如果你在做一些地質的模式 你會擺放地質的資料去重建整個香港的地質 又或者你是做一些交易管理的 或者做Dissert Cooling的 其實都是在一個Digital Twin裡面 你整理所有數據 去提供你的Analytics 做一個全面的管理 以及去檢視最新的情況 其實這項技術我都會說 在很多項目上已經應用了 剛才大家也看過一下 股東粉麗筆也有做 Cata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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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做 安全等等的管理 還有我想大家會在越來越多的公共工程 也都會看到一些 Smart City的管理網項 都會提供類似這樣的技術 而最後我們公司很多時候 都會幫Project implement 這些系統 因為認真 其實它已經是more than一個IT系統 不是說off the shelf 買個原點 其實你還有大量的心機 要去投放在你到底怎樣採集數據 你採集的格式是怎樣的 和現有的流程去做整合 要不然最終它就淪為一個3D 轉一下轉一下很漂亮的影像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幫Project 去Smart Fire這件事 去推進這個Digital的數碼進程 而So far 我們應該都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全面 也是少數可以做到所有的東西的Fandom 這些以上就大概是我們的分享 亦都是Digital Twin在業界裡面一些最新的應用 如果大家有什麼Ideas 或者有什麼pain point 或者我當時會從一個pain point那裡 這些東西想改進的 到底這個全新的技術 可不可以帶到一些全新的可能性 或者一個 completely new dimension 對你現在面對的問題 我也很歡迎大家去和我探討 或者去brainstorm一下一些新的技術 可以帶到什麼給大家的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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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